第125课 今天我要静静地接受上主之言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享有安静的时光 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不是双脚平放 舒适地阅读书籍 也不是滑手机 这是现今大部分人有空会做的事 而是真正花一段时间 将双手放在腿上 双脚着地 腰不打直 平静地坐下来 闭上眼睛 单纯地静止不动 请静静地聆听 因为大部分人的内心都太过忙碌 以至于我们不容易与你们交流 安静地聆听 乃是这位传讯人 能够传讯的一大原因 他遵循课程练习 他的心在练习宽恕多年之后 变得越来越安静 虽然不是全然安静 他仍有一些小小的考验与磨练 需要克服 但是他的内心变得足够安静 使他能够聆听 他的一生致力于 成为上主完美的传统管道 专心之志 乃是他最降而有力的祷告 也是他人不容易做到之处 这是他决定要做的事 因为他知道 其他事没有一样 是他感兴趣的 他的人生 已经达到世间的诱惑 不再能勾起他兴趣的状态 这样说并不表示 他活得跟僧侣一样 绝非如此 他尝试了许许多多的事 也做过社会 要他做的每一件事 但是 这几乎毁了他 直到他决定 跳出这个世界位置 这也是转化真正开始发生的时候 向大家发言的此刻 我们并没有期待 你们去做这位 传讯人所做的事 他有特定的任务 他与我同在的那段历史 也是特殊的 因此 这项工作可以说 是他命定之事 然而 你们都有能力 可以继续无止境地 追逐事件的偶像 有些人会有许多 尚未完成的事 这没有关系 你可以做那些事 可以追逐那些事 可以追求那些热情 那都没有关系 但是 请每天花点时间做些练习 因为你会明白自己之所以 正在做这些事情的理由 你会改变自己 正在做的事情背后的动机 你的座位 不再是出于小我所驱动的热情 不是想让自己的一部分 看起来具有特殊性 你会除去小我的余染 并真正对准你的人生目的 你很可能实际上 都在做同样的事 但背后的动机和震动频率 大不相同 换句话说 你的追寻 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 而是真正发自内心 因为你想要体验某件事 亲爱的朋友 请把握练习这些课程的宁静时光 它是非常重要的 并为你带来相当的安静及放松 你会享受这种时光的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续 我们明天再续